我喜欢三个天 这就是真的我 青春期的我 有一点点自恋在人们的世界 这句歌词来自初代少女偶像张寒韵 比扬超越出道早了15年的她 红尽一时却跌落得粉身碎骨 大腹羞耻围绕着她整整十年 在出现时已称刘德华干女儿 她也从可爱少女变身性感淑女 被迫消失的张寒韵到底经历了什么 2004年15岁的张寒韵 参加了第一届的超级女生 就是这个雷点满满的综艺 成了未来娱乐圈艺人踏入娱乐圈的踏板 张寒韵一路披荆斩棘获得了季军 虽然不是冠军 却成了比冠军还要火的偶像 16岁就发行了首张专辑 我是张寒韵 在那个唱片不景气的时代 销量依旧突破80万 举行签手会时 现场拍了500名保安 都没拦住热情的粉丝 受她的影响 第二届超女报名人数空前绝后 她给孙孙如唱的代言曲 孙孙甜甜就是我 让孙孙如销售额直接破20亿 这首歌也红遍了大江南北 张寒韵成了最成功的少女偶像 一个16岁的女孩突然爆红 中断学业 全面发展事业 没想到在参加节目时 物把憧憬说成壮景 引起网友和媒体的抛轰 纷纷让她赶紧回学校学习 原本夸她的清诚可爱 随之变成了没文化 装可爱 更是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被嘉宾直接骂哭 让张寒韵风评直接下降的 除了文化低 还有不雅照事件 当时网上不知从哪传出张寒韵的半裸照 她的头像被嫁接到各种AV女优身上 点击率很快超过200万 各种造谣的帖子 说她是孝季 私下是生活不检点的小太妹 被金主干爹包养 这些难看的话 河水一样的涌向张寒韵 更过分的是 她在参加某节目时 被某主持人当面拿着半裸照羞辱 此时的张寒韵 双眼含泪 一边痛哭 一边澄清 网友们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根本不管照片的真假 清纯干净的形象在一夜之间覆灭 网络暴力一茬接着一茬 张寒韵的事业开始下滑 直到消失在观众事业中 她要是晚生几年 就没有杨超越什么事了 15岁爆火 18岁非闻缠身 事业5年却被刘德华捧火 张寒韵大概是网络暴力第一批受害人吧 因年纪轻轻突然的爆火 许多歌迷躲在学校门口造成秩序混乱 学校便委婉的让她退学 没有学上的她还面临公司破产 花了三年才彻底和公司解约 前后5年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好不容易被人介绍当主持人 被前辈同行骂到哭 参加节目跳舞 别人说低俗 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做了什么就被推到风口浪尖 在人生最低谷时 张寒韵遇到了她的贵人刘德华 对于成为刘德华干女儿的过程 也是很意外的 当时张寒韵参加我要上春晚节目 刘德华刚好担任节目的评委 看到张寒韵就指着说是自己闺女 董卿听到后再三确认 对于天降的爸爸 张寒韵激动的90度鞠躬大喊干爹好 其实两人的缘分始于2006年 那时张寒韵刚来香港发展 在参加颁奖典礼时 站在了刘德华身边 两人的合照立刻登上香港各大报纸 媒体立刻捕风捉影说 两人关系不简单 张寒韵为了刘德华的名声 专门出来解释 原来她之前的老板 是刘德华合作30年的经纪人 所以在合照时照顾了一下 后来还特立在节目结束后 找她谈话 帮她规划未来的事业方向 还对她说 现在歌手不景气 但你有天赋 可以去尝试演戏 可见刘德华对张寒韵是真的上心 华仔的人品在娱乐圈中 真是数一数二 2011年张寒韵去中戏进修演技 随后刘德华监制的电影 初恋未满 向张寒韵抛来了橄榄枝 虽然是女主 但却难回巅峰 这对于曾处于低谷的张寒韵 并不是打击 只要一有机会 她就会用尽全力握住 无论是2013年的《蓝陵王妃》 还是知否中隐忍大气的舒兰 这些年张寒韵演了不少角色 这所有的一切让观众恍然大悟 原来她不只会唱歌 演技也很不错 消失10年的初代偶像 网络暴力的第一批受害人 被刘德华当场认作干女儿 脱胎换骨重新杀回娱乐圈 从歌手到演员 再到配音演员 张寒韵一直在进步着 在参加《十年奇境3》时 她一张口就惊艳众人 节目中她配了冰雪女王的安娜 上一秒还是卡通小公主 下一秒就是满口东北枪的马东梅 张寒韵在几个不同声线中切换自如 沈梦辰欣喜若狂地说 我今天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你 和韩雪一起配的后妈茶话会 为五个角色人物配音丝毫不怯场 全程标英文 这一精彩表演收获无数观众认可 被网友称为宝藏女孩 那个曾经被人嘲讽的文盲 以一口流利的英文 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曾经那个酸酸甜甜就是我的女孩 如今变成了乘风破浪的姐姐 在舞台上的她又A又萨 让人眼前一亮 节目里 一只虫子让姐姐们花容失色 张寒韵淡定走过来 直接捏走 孟佳说 你不是以前那个酸酸甜甜了 她嫣然一笑回答 我本来就不是 从15岁爆红到丑闻缠身 一个女孩最花季的年纪 被退学 被传谣 被网报 被失业 张寒韵 整整五年几乎没有任何翻身迹象 当她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闪闪发光 摇曳生姿 有人说我们现在有多诧异她的变化 当初的少女张寒韵 就有多痛苦 在她身上完美地印证了一句话 打不倒你的 终究使你更强大 很多年轻人都在带的 第三天 有一次 â变化